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宇宙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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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進行開場囉 都做了嗎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場了 首先執行CK2014 嗯 等我一下 好的,第一笔コンビ記錄就是我們第一籌的會議時間,去年的8月31號。 那SICCON這個project的project owner是剛剛所看到的,這是project sponsor。 那其他contributor如下。 好,誒,誒,這什麼東西? 所以成功了嗎? 成功了,成功了,還好,還好,還好。 好,可以開始了,可以開始了。 喔,好漂亮的畫面。 OK,好,歡迎各位來到SICCON學生紀念紀念會。 好,那因為不好意思,那個報道,因為報道效率實在有點不夠好,所以造成晚點開始。 那再來的議程全部會延後五分鐘,那視情況彈性調整回來,那到時候再公告給各位知道。 OK,各位好,我是總召Danny。 嘿,沒錯,如果你覺得去年看過我,對今年還是我。 好,但是,要怎麼介紹,我就指個平凡的總召。 為什麼是平凡的總召? 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可以打開一個聯繪網站,然後你可以打Ctrl F平凡。 你就會發現有三個平凡的搜尋結果。 不只今年的,你可以搜尋去年的,也是有三個平凡的搜尋結果。 所以,講者都說自己平凡的,那總召也當然要說一下自己是很平凡的。 OK,好,那所以就不多做介紹了。 所以相關資訊可以去參考me.siccon.org,上面會有更多的工作人員相關資訊。 那如果覺得網址很難記,在siccon.org下方的member裡面,也可以看到相關工作人員的自我介紹。 在開始之前呢,先告訴各位,我們的IRC Channel是siccon at Freenode。 如果你覺得IRC Clip不會用的話,你可以使用siccon.org.webchat。 你可以看,就可以直接從web見面,連上IRC和大家聊天。 除了IRC以外,今年還特別做了一個座位表,是由我們議程組Takeshi所製作的網址在siccon.org siccon.org,然後讓我update一下IRC的title。 好,你可以在IRC的title看到我們的座位表。 OK,所以你可以在座位表上填上你所在的位置,然後讓大家方便去認清。 OK,這是我們今年所開發出來的新系統。 siccon是什麼? 相信各位來到這裡應該對siccon已經有所一點點的認識了吧。 OK,那siccon其實是在去年才舉辦第一屆, 今年才是第二屆而已。 在兩年前的這一個位置,我現在所站的位置, 我站在這裡,在PHConf的時候,才announce說siccon要來辦第一屆了。 結果現在,在一年多後的今天,我們就站在這裡辦了第二屆的siccon。 siccon當初的目標呢,是希望讓給學生一個舞台。 可是在經過去年的siccon之後,其實也發現了很多對於知識領域懵懂的學生, 也發現來了siccon之後,他對著自己未來有點印象,有點方向。 所以說,我們真的認為siccon是真的可以為大家帶一點點改變的。 那除了年會以外呢,我們其實在這一年中還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因為其實siccon是一個很奇妙的組織。 就是正常來說,大家先辦個聚會,辦完聚會之後辦個workshop, 然後再來辦年會。 可是siccon完全是走一個反過來的方向。 我們先辦了年會,然後發現好像辦的年會不太夠。 那我們再來辦一些其他活動。 除了年會呢,我們還辦了HackGen。 HackGen是一個HackSong的活動。 如果你不知道HackSong是什麼的話,你可以問你左右隔壁的。 或者是搞不好你左右隔壁,就其實是HackSong的得獎者第一名。 那,在HackSong我們在政大辦了一場,還有在大同辦了一場。 那,你看到的照片這張是誰? 聽說,在連續兩年出現在投影片開場的人,明年要當總召。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那除了HackGen以外,除了HackSong之外,我們還辦了很多workshop。 因為HackGen你就要直接寫code,直接上戰場。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很恐懼。 所以我們為了怕讓你,怕上手,就是有點難啦。 那我們就開了workshop,就帶著你做一些實作的東西。 對,那也開了三場。 我們在去年年底,各位應該知道其實SigCon是一個非常熱愛的open source相關文化的組織。 對,所以我們辦了一個open sourceworkshop。 那,量產其實反應還蠻熱烈的。 所以如果你想取得最新的消息的話,歡迎來我們Facebook粉絲上按讚。 幫忙按個讚。 我們按讚的人數有點少啊,趕快幫忙按讚。 或者是可以加入社團,社團就方便大家討論。 那,或者是在mailinglist裡面,你可以加入我們公開的mailinglist。 相關訊息我們會發佈在上面。 OK,然後來看看今年的報名情況。 其實非常厲害,我們在第二分鐘就已經達到了另外89人的報名。 那當然這也是我們的報名系統Katix也實在很強大。 既然這個圖表要出來了,我們來看一下各校的排名人數。 其實台科大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 也就是說在場十個裡面有一個就是台科大的人。 對,這機率實在很大,這人數才在場很多。 可以看看自己學到排名在哪裡。 OK? 好,我們的主辦單位呢,當然不用說就是C-Con主要的籌備團隊。 那除了C-Con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主辦單位是 OSF自由軟體製造廠。 他們提供我們這個非常好的場地。 OK,那剛剛你有看到我們漏了兩個設定檔。 其實不是那兩組沒有任何準備。 是因為用這個場地我們真的很方便。 我們只要去其他conference call設定檔過來, 直接套用就好了。 耶! 所以我們準備上方便很多。 那另外是我們有一個很棒的協辦單位是ITSA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 他們贊助我們,他們給我們非常多的資訊可以靈活應用。 各位的午餐其實就是由ITSA計畫的前所來的。 對,那ITSA陸續也會辦了很多活動。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他們網站 triplelevel.itsa.org 你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活動資訊。 再來是我們的贊助單位是華征有限公司。 華征有限公司提供我們非常高位的贊助。 對,那剩下的就是佑生人家基金會 KATX提供我們說票停。 然後還有你看到我們網站上面所有字體都是性黑體有沒有。 沒錯,就是因為Jox Fonts贊助我們性黑體。 所以我們所有相關東西都是性黑體。 耶!超漂亮的。 OK! 來看看今年的議程。 今天的議程我們很榮幸請到Keynote 是請到鄭永斌教授以及陳忠誠教授來為我們講講 對於台灣教育的相關想法。 當然我們增告了許多稿件。 所以我們有大量的talk和shortalk。 然後今天分了三個會議廳。 這一間是R0。 右手邊那邊是R2。 左手邊是R1。 就是第二跟第一會議室。 所以請選擇。 你可以選擇自己所想聽的議程到那邊聽。 對。 好。 除了這兩個。 我們SEECON很特別的就是我們有座談會。 我們有座談會。 我們今年請到了一位主持人。 五位語談人來講這個座談會。 題目是學生與實作能力。 學生與實作能力。 對,那會有什麼精彩的討論。 我們就期待下午吧。 除了以上的議程。 今年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是主題沙龍。 主題沙龍其實會在後面的教育廳。 教育廳。 教育廳裡面主題沙龍其實內容是 大家可以看手冊。 手冊有非常詳細的解釋。 那其實主題沙龍就是像說 大概如果在覺得說沒有你想聽的議程的話 你可以到主題沙龍去看看去了解一下。 再來Lighting Talk。 我相信有很多人想要報到Lighting Talk。 Lighting Talk我們在10點的時候 會在白板區開放報名。 也就是你報到上來右側那邊那條走廊。 Lighting Talk也是三分鐘喔記得記得 三分鐘然後10點開放報名在白板區。 再來注意一些注意事項請麻煩各位遵守一下。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手機在身上的 請確認它是關機或是調味震動。 那大會會提供相關的議程錄影。 所以如果沒有經過講者允許的話 就大家還是盡量不要錄影啦。 對我們會到時候會提供。 那如果有發問的話 各位應該要畫到桌上有麥克風。 如果你發問的時候請使用桌上有麥克風發問。 OK。 再來是這一間會議廳還有其他兩間會議廳 一律都是禁止飲食的。 所以請不要把任何食物帶進來。 那進入會議廳請佩戴你身上的識別證。 我們識別人是非常酷炫。 所以你可以寫上你自己想寫的文字。 耶。 那也請不要把東西丟在位置上佔用座位。 如果你有任何遺失物的話 請在報道處旁邊就有詢問台 你可以到那邊詢問。 那場地會有相關的標示指示。 請各位遵守。 那再來就是我們餐飲的座位可能不太足夠 所以會分兩次領餐。 那會在12點15分開放第二次領餐。 所以如果在第一次你沒有領到的話 可能可以跟旁邊的人稍微多聊聊。 那等一下15分會有第二次領餐。 再來是我們下午點心時間會有免洗杯。 請重複使用。 謝謝。 再來是關於網路的部分。 請不要自行架設基地台。 會造成無線網路訊號混亂。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開的把它關掉吧。 我們用siccom。 siccom有架設一些無線網路基地台。 所以可以直接點心的使用。 再來最重要的siccom只差一個字。 這是去年的梗了。 對,但是不要看錯。 嚴禁任何類型的網路攻擊。 請不要有任何類型的網路攻擊。 OK,那廢話都到這邊。 請好好享受今天精采的一天吧。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歡迎鄭永斌教授為我們帶來的演講。 謝謝。